关注稍早的总统候选人证件发表会 国民党的侯友宜再度提到要恢复特诊组 不然就刚刚我们耐清德先生所说的 哇 他哪有案都办清楚 今天案都办清楚 人民不会问 超市的案办到哪里去了 办假信息跟超市案的关联性在哪里 六十几件的高端案 没有人都终结了 都处理完了 完了 为什么封存呢 那为什么反映很多问题呢 人民想要问的问题 你难道不给他查清楚吗 这些案子都不但没有清楚 你当过行政院院长呢 你不是没有责任呢 你怎么把责任都说 那是别人做的跟你无关呢 你是民进党当过行政院当过副总统呢 诈骗产业蓬勃发展 你也没问题 哇 人民的痛苦 我们的退靠呢 这是最重要的 诈骗产业一支独秀 好 你说我新北市 有人贪污 我一个个性 我都是自己查办自己 所有新北市的案子 我给他算一算 被我移送的 起诉的 法办的 占了九成多 我再三的要求同人 只要我早就办 自己办 自己人才有起床 像你这样 自己人就不可以摸 这都不对的啦 人民党的赖清德则是反手围攻 提出数据反驳政党轮替的政党性 侯市长 赵张康先生说 他把副总统当成总统再选 他提出的证件 侯市长也照单全收 他说你愿意把总统的职权 分享给他 就连执政后 民众党可以入阁 也是由他宣布 我们看不懂 究竟谁才是总统候选人 民众无法接受 副总统破坏宪政体制 架空傀儡总统 我要提醒你 总统是不可能有保姆的 侯市长我突然想到 顺带问你了 美中台的136指的是什么 可主席 你主张内阁制 你应该知道 内阁制的国家是虚位元首 也没有副总统 你为什么说 副总统要监督总统 你若当选总统 要冻结考监两院 又要去立法院备寻 不是咨询 这些都是在扩充总统职权 这个都跟你所主张的 内阁制背道而驰 特别是 南白河的过程 已经充分看了出来 所谓联合政府 根本不是为了国家 也不是为了人民 其实是为了政党的利益 目前各种民调都看得出来 希望哪一个政党执政 民进党赢得最多数民众的支持 百分之三十几 赞成国民党重返执政的二十几 希望民众党执政才十几 同样的角度来看 反对国民党重返执政的高达七八成 反对民众党执政的高达八九成 所以南白河可以证明联合政府 是建立在虚空的基础之上之外 也证明只不过是联合 制要的敌人 打击主要的敌人 另外中国公然界选 进行战争与和平的大外 而柯文哲则是聚焦居住政议 主张大量兴建社会住宅 那关于这个租金补贴方面 最近也通过了这个 要把租的支出 从一般列取项目转到 特别扩除 问题是 常常就是这样 平常都不做 选举到了才开始做 这个 比如说他做不好了 应该早一点做 另外应该租金补贴 不要用一口价 应该按照每户的这个收入 还有人数 应该有不同 所以结论是这样 要盖一个居住政 要解决居住正义的问题 也要大力的盖社会住宅 这个税制一定要改革 税制不改 只是让更多的这种建商去炒房而已 还有一个是 租金补贴要健全 那当然选举到了 大家也开始在出各种政见 我最近看到这个赖清德也说 要盖百万户设宅 问题是蔡总统 二十万户设宅都跳票了 你这个百万户 会不会在跳票基础上 跳票更多 那我最近要看出你们两个人 作为关于这个青年的居住问题 一个是说 让青年买房的贷款连线 从三十年变四十年 那侯友去干脆加码 说免头期款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 重点是房价 你那个贷款连线 从三十年变四十年 只是缴钱的时间延长 至于说头期款第一次没有交 那只是以后要交更多 所以每次在讲说 当年那个柯林顿说 笨蛋 问题是经济 我就想到这个 你们这个笑话 问题是房价 你贷款年限延长 或者是头期款不付 有什么用 所以 我还是认为 居住正义 是要用做的 不是用说的 那既然 我在过去八年 台北市长在内 这个是做得不错 所以我也认为 如果给我机会的话 我会把我们这个 在台北还蛮成功的 居住正义 可以推广到全国去 特别是可以 造福我们的年轻人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赖清德万里老家 被质疑有特勤保护 危安等级甚至是超越了总统 不过国安局强调 一切都是按照法规 秉公处理 花木扶书群山环绕中 副总统赖清德万里老家 后方建筑也被曝光 前国民党立委邱毅出动空拍机 发现老宅后方 至少还有三栋的建筑比邻 而这样的行为 也引起特勤骚动 为了一堵最夯的打卡胜地 现场不只有民众冒雨拍照 还有抗议人士情绪激动 全身湿透 老宅门口静坐 而过往连媒体采访都会上前 关心的国安特勤 却仿佛人间蒸发 不管赖富老宅门口都快变夜市 还是没人出现 与赖富总统万里老家 只有一屋之隔的这处铁皮屋 之前是作为仓库之用 不过现在传出国安局 已经花费在内部进行整修 将这里作为办公联络 以及进驻处所 有媒体人翻出特勤条例 指引国安局对赖家老宅的规格 已经超越蔡总统 因为不管是总统屏东封港老家 或者是李前总统故居原新居 都没有特勤钢绍 而陈前总统的关田老家 以及马前总统的新龙路老家 都是因为母亲在世时 居住才有钢烧 依据的则是第五条直系写清 列入特勤维护对象 除非是特勤中心拍马屁 一个情况 第二个 那就是他自己要求说 也要派人去 那就是叫做特权 不要把特勤人员 当成下人来用 至少要尊重他 他要为你卖命的 不可以去侮辱军人的尊严 军人是拿枪的 你叫他去拿扫把 赖皮疗最大的问题 并不只是他是一个维建 更严重的地方在于 明明那个房子 并不是登记在赖清德名下 他本人也没有住在那里 但我们却动用了国家的预算 请了非常多的维安在当地 由于赖副总统过年时 也会返回老家居住或发红包 有国安人员就依据第十二条 认为这是保护对象 平常行经的路线或利临场所 并以李前总统为例 平日居住的红洗山庄 与脆身庄都有港销保护 目前依规定拍照建党列管 位列优先拆除是否违建成为政治难题 但国家机器保护一人之家 这恐怕不只是观感问题 TV新闻新闻强林家贵 台北采访报道 现在这赖清德的老家 成为很多网友嘲讽的景点 在Google Map上也被家住恶告 这是不是代表年轻人 对他的支持度开始松动了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资深记者邱婉柔 民进党总统候审赖清德 因为他的万里老家有违建的争议 所以像网友就把这个老家 在Google地图上面标注为赖皮疗 但是现在也被Google地图 永久下架了 但是没有赖皮疗 也让网友激发出更多的创意 像是在这个竞选总部这里 就有把它变成说 2090赖皮疗哽噎台湾总统竞选总部 那么其实除了这里 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 那现在大家就说 赖清德老家违建的发展态势 有没有看起来像2017年 这个行政院被枯首成功德院 争议的影子在呢 这民进党内的人士就透露说 赖皮疗短时间可能会对选情 是有影响的 但是不会演变成这个功德院2.0 他觉得不会有血崩式的影响 当年这个功德院和赖皮疗 都是由年轻人发起的 因为一粒一粮让赖清德的人设崩坏 所以也导致年轻人梳理不太喜欢赖清德的 那么有这个亲民众党的网络小编就说了 网友将其老家违建标为赖皮疗被下架之后 反而是惹怒了网络乡名 也引发了这波创意的改名行动的 根本原因就是赖清德自己赖着不拆 对于这个老家的争议 赖清德稍早在证件发表会上表态了 他说要将万里老家公益信托 无限期捐给公益团体使用 作为矿工生活的文史工作空间 不过在这个辩论会上呢 赖清德他其实也炮打 侯友宜所持有的文化大学凯旋院的争议 民进党也指控 侯友宜是剥削租客将房租涨了五倍 侯友宜现在的这个大群馆 现在在这个Google Map上面 其实已经被网友戏称叫做剥皮疗 布置赖清德老家被CUSO登记在 侯友宜女儿名色的大群馆 也被网友改名 不过现在最新的叫做侯租公凯旋院 因为租金不便宜 侯友宜你口口声声 你说要照顾年轻人 但你现在却是带头涨房租 而且是涨最凶的那一个 来剥削年轻人 民进党说过去大群馆跟文大合作时 一学期租金才一万八千两百元 但改名凯旋院交由信托后 一学期就要九万六千元 等于五年内租金涨五倍 对我来说蛮贵的 我一年七万多 我七万八左右 房租高于一般行情 只是凯旋院确实有其贵的道理 大门里头有保全丁少 而且是套房非亚房 令租房还付车位 只不过这负责管理的新售公寓 大厦管理维护有限公司前 董事长林坤正 过去就被质疑跟侯家关系不差 根据2012年的财产申报 林坤正跟侯友宜的太太任美玲 借了一千五百万元 这笔借贷关系 我们合理的怀疑 这是假借贷 但是行真政治现金之实 因为我们知道有借贷 就会有利息 而侯友宜在这一笔 一千五百万的借款上面 就获得了超过百万的利息 百万利息增算的 戴伟山应用五年前断银康说法 不过当时争议 绿莹强调侯友宜始终没说清楚 且这五年内侯友宜跟林坤正关系更紧密 大群管更直接信托给新售公寓大厦 管理维护有限公司 一切都是按照合法的程序 这个没问题可接受检验的 五年后侯友宜换了说法 但一样很简洁 TVB的新闻 胡福华串宛柔台报道 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也被曝出将持有的农地 非法当作停车场出租 新竹市府也认定这是违规的 而柯文哲已经贴出了公告 要施工爆除水泥 将土地恢复原状 提醒邻居即将施做工程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被曝新竹特农用地违法当停车场 年夜撤走游览车 再拉起封锁线 快刀斩乱麻 买来的时候就已经有铺上水泥 本来就有水泥在那边了 它本来是一块农业用地 不过买来的时候已经铺水泥 所以还有农舍 我说这样好了 这游染车违规使用 那就开走吧 开走了 马上游染车开走了 但是虽然那个敷水泥地 我还拜托我们的朋友说 好来明天去 怪毒去把它抠抠 抠抠 打破了 以后就也不会再当停车场使用 抛出水泥急不来 得等新竹市府核准程序 市府到场勘查 也确认违规属实 要求30天内限期改善 恢复农地使用 因为特农农牧用地 只能用来做农作 盖农舍或休闲农业设施等 而且大多有条件限制 像是集村农舍 房子 工厂跟转座 其他特定事业都不允许 机具找了厂商找了 就是我们还要再跟他协调 他可以进场的时间 我们也希望厂商能够尽快的 越早进场越好 柯文哲火速处理要设停损点 但民进党议员再紧咬 柯文哲说是台大学长纠买地 还跟四位新竹医师合资 但实际登记的 除了柯文哲 其他都是女性 哪来的学长 确实购买之后做土地登记 可能就是他们个人的 各自找其他人来做土地登记 售出空照图 2006年该土地还是绿地 2007开始整地 200810月柯文哲等人购买后 该地早就变成停车场 质疑柯文哲违法收租15年 他这样子一个说谎的一个状况 连续的说谎 涉嫌来隐藏 他自己的一个心虚 隐藏他的胡作卑微 这15年来 有多少停车场的一个收费 你要不要吐出来 空照图 是把整个大范围画起来 不过内容物 还没有确切的厘清 也就是说土地的这个尺分里面 还包含需要专业的套图 专业的测量 什么时候有停车场 还得再确认 只是柯文哲买特农地 不仅被曝违规 做停车场收租 更要等都更先养地 我们跟新竹市政府那边了解 目前那块地 没有被纳入都市计划里面 所以当然也就没有什么 所谓的草地皮 然后从中套利的这个揣测 我们这个土地是有持分的 有缴地价税 不像有人还乎税 什么没缴的 你要是觉得我们有问题 我就处理 是吗 来 下一题 赖皮疗 赖皮疗怎么办 柯文哲要凸显自己有作为 当民进党赖清德的对照组 绿营拼命找漏洞 想方设法攻破他逐起的防火墙 TVBS新闻 华少平陈世民 李平宜 台北新竹 采访报道 如果柯文哲的支持者 开始动摇 出现气宝效应的话 蓝绿哪一方比较会得利呢 更多分析 交给婉柔 蓝牌破局之后 柯营配成型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柯营配的民调似乎始终 拉不太起来 持续走低的 党内当然士气低迷 所以柯文哲也写 党内信 希望能激励人心 不过民众党 党内人士就透露了 其实在蓝牌和破局之后 有部分的支持者 是质疑柯文哲的诚信的 他就列举了几个要点 像这个诚信问题 不分区名单 也缺乏领域专业 以及有这个柯友好的人士 入榜年轻人 当然是失望的 民众党有点走在天上 不知地面上的状况 经常活在同温层上面 但是他们也希望 柯文哲支持度 是作恶忘衣的 希望柯文哲能悬崖勒马 从天上回到地面 但是民众党的支持者 真的会背离阿伯吗 政治学者 王叶利他自己就说了 柯文哲的支持者中 其实有很多 是属于理念型的人 坚定支持柯文哲的人 其实也不会随意放弃 投给柯文哲的机会 这样的群众 大概是占一成多 是属于正常范围的 如果有气宝 骚云的话 可能也不会这么快的发生 可能要等到 更接近大选的时间 才能明朗 那气宝的话 是投蓝还是投绿呢 他就说呢 如果发生气宝的话 蓝营当然期待 这些浅蓝支持者 可以归队 但是国民党 应该要自己想一想 这些浅蓝的支持者 为什么会投奔白银 而且柯文哲的支持者 都是40岁以上的年轻人 如果真的放弃 柯文哲的话呢 是不是也不会流回去到国民党身上 最后回归投给民进党的几率 有没有可能大于国民党 而关于立委喜赐 蓝绿两党都希望能够拼过半 而国会变天的可能性到底有多高呢 要继续把时间 尽管目前多数民调呢 都是赖骚派第一名 不过我们来看一看 就不管是民众党 还是国民党的肇事呢 人气都很旺 这基层更是弥漫着一股 这个选民受购了 以及民进党需要制衡的氛围发酵 那么随着曲召祥呢 他自己也说呢 选民的确有制衡民进党的情绪 但从民进党游离出来的选民呢 政党票呢 可能会以支持民众党居多 他认为呢 下一届呢 立法院三党不过半的几率是最高的 所以也就是说呢 要聚恒民进党呢 今年的风潮可能会崛起 那蓝白的立委席次 一定会有大进账的 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就说 他们认为呢 可以拿到50席以上的立委席次 尤其呢 有10到15席呢 是激战区的 民众呢 自己怎么评估选情呢 这个负密徐辅就说 他们觉得不分区的立委席次呢 可以上看到8到10席的 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呢 目前有很多民调就说呢 像有4成8的选民呢 是期盼政党轮替的 但是大选呢 很难要棄保 虽然是有难度 所以呢 选民可能就会把这个注意力呢 或是移转到这个国会投票上面 希望可以在野监督呢 防止民进党再度一党独大 还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拿起手机 我们旁边的QR Code 加入TVBS新闻APP 更多的即时信息 带你一手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